台南强政围观大楼倒塌 造成了一百一十五人死亡 现在却传出了死亡慰问金发放出现的争议 围观大楼倒塌受困五十五个小时的李宗典 经过五个月治疗才出院 但家里已经永远少了七个成员 台南市政府日前针对罹难者家属发放慰问金 李宗典的大嫂和两名侄女总共一千五百万元 都由大嫂的父母领取 令李家觉得不公平 李家认为子女是大哥的孩子 原本就同住一个屋檐下 后事也都有李家完成 慰问金却由黄信亲家领走 非常不合乎亲情伦理 台南市社会局则认为领取对象 是以民法继承顺序定定 无法更改 李家只好提起民事告诉 确认慰问金的受领权 民事一审已经驳回李家还要再上诉 但黄信亲家委托律师 强调两名孩子没有了爸妈和爷爷奶奶 由外公外婆领取很合法理 李家也有养 他应该要付一部分慰问金 我们觉得我们情理法方面可以去讨论 但是就法律面而言 他们的主张是没有理由的 不过李家强调曾经向黄家提出协调 对方不愿意让步 因此另外还提起刑事侵占官司 检察官正分爱调查 记者王纪村前显坤 温正恒南部报道 原告